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并没有犯什么错啊 你为什么这个方法来惩罚一个学生 长安大学长官你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然后却跟我说你要自己想办法面对 然后发问这些人对我的伤害 这样请问长安大学真的是教育机构吗 他们先说就是法规上说不可以这样安排 但是呢经过小文他去新乡教育部询问了 教育部说这个注册的事情是学校自己负责的 另外表示学校不可以因为性别不同而对学生有差别对待 更应该要减少学生产生的相对不公平感受 这是教育部很清楚的公文上面的一个宣誓 然后学校就又告诉小文说 这是我们校规说不行 小文就问那是哪一条校规 他又改口说这是习惯 这是什么习惯 我觉得是一个坏习惯 应该要改变的坏习惯 我们因为习惯 不愿意承认孩子性别认同 这样的习惯不值得存在 也不应该存在 更多况他会压迫人 压迫一个个别的独立存在的人 新平会申诉的时候 总教官跟学务长因为知道我有录音 然后他们竟然跟姓平 姓平委员说 说我们这样子做 伤害了他们对我的爱与信任 他们对学生的爱与信任 请问现在欣赏我的过程 就是爱与信任吗 然后呢 他们说因为他们 对我这样的习惯 感到非常难过 所以他们要控告我 妨害秘密 口课为安加重毁谤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 就是现场的播放录影 那学校的总教官跟学务长 一方面出于他们对性别认同 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了解 一个人当你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够去随意的批判 不能够用自己的一些宗教立场 或者一些自己的错误的认知 来去批判别人 尤其是一个孩子 尤其是你的学校的学生 在性骚扰的搜证上面 其实本来这是非常困难 我们也时常见到说 这个被害人用录音的方式 就是把证据留存下来 才有可能依据我们的性骚扰的各项法律 来去提出申诉或者去主张法律权利 在面谈当中 他们还用男扮女妆偏差行为 来说小文的这个 跨性别认同这个现象跟状况 他本身的特质 他的性别认同就是个女性 他也经过赫尔默治疗 呈现女性的性症 但他们却要他住在男生宿舍 这对他而言是多大的压力 这个状况下他说他是偏差行为 是换男扮女妆 然后住宿署长还建议他应该要 不要刻意让自己好像很女性化 然后让大家刻意注意 这什么意思 我们任何一个人高兴穿怎样 需要你们来知道吗 学校的总教官跟学务长 他们对小文性骚扰在先 性别认同骚扰在先 然后接下来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告诉的手段 来去逼迫他们自己学校的学生 来去逼迫一个 刚刚小文讲到还没有满20岁 来去逼迫一个没有满20岁的孩子 那小文刚才也提到就是说 警察到他家里来 要找他做彼录 所以小文也被迫要去跟警察 面对面的陈述 这个案件的整个状况 然后之后也要跟警察官陈述这些状况 那也因为这个case 所以我们当然也就打了电话 给一些大专院校 问他们住宿的事情 就是跨性别学生要求住宿到底怎么处理 我们其实非常遗憾 然后我相信这会不代表另一个理解 就是目前到底现状是什么 绝对不是小文一个人正在面临这样子的困境 所有的跨性别学生在要求入住 跟他性别认同相同宿舍的时候 都面临同样的困境 因为我们有问过学校 有一些学校告诉我们说 那这样子我们就给你家庭房 你不能入住 例如说男跨女一定不能入住女宿 你要入住家庭房 但是问题家庭房的宿舍的费用 是一般直接入住女宿的费用的七八倍之高 要学生自己负担这个差价 我们也看到有学生直接是让这些孩子住在一些边间 就是可能是宿舍空间里面一个比较 看起来模拟两可不是那么区分的空间 就让他住在边间里 甚至有学校回答我们说 不然我们可以住在身心障碍的同学的房间 这些都不是符合小文说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我就入住女宿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就学校在3月5号的时候 开了第二学期学务会议 然后就说 本校宿舍男女 男女身分数管理 其性别认定 以国民身份证正在为准 也就是说 以后宿舍都要以男生身份证为准 然后他还说了 如果你不同 是只能住性别人在宿舍 然后在那一天 我们的宿舍自治小组的委员 他们 我的同学们 很努力的跟学校表达抗议 可是学校说 不管 反正 我们三月少了通过这个法律 我们要通过这个校规 然后 人本就问了 那你们要不要问问他姓秉慧 这样的法律合理吗 他们说我们觉得不用问 据我们所知 常根大学呢 他们打算 要在女生宿舍外面的那几间招待所 把它改成性别友善宿舍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把宿舍群割出几间来 叫做性别友善宿舍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你其他宿舍可以 不要性别友善 这逻辑通吗 常根大学认为我就是善意员 你竟然还不接受 你怎么不接受我的善意 这种逻辑思考 就跟当时教官他们说 我这个辅导是爱与信任 一样的只是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忽略了孩子的需求 跟他的基本的权利 性别友善宿舍等于 强迫他必须要出轨 强迫所有的住到那里头的人 要被用异样眼光看待 这种隔离就是启示 绝对不是学好的友善行为 一个人决定要 要不要决定要不要告诉别人 我的性别认同 是他个人的基本的隐私 跟他的权利 不由你学校来负责公告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性别友善宿舍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 这样子的所谓的性别友善宿舍 是要在学生主动提出要求的时候 才提供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要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要避免学生出柜 那长征大学目前的做法 当然就是逼迫小文出柜 他让小文入住在南宿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 当小文进出南宿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告诉全天下人 他是跨性别 所有跟他在南宿打过照面的同学 都知道他是跨性别 他让小文每天都在出柜 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第二个也我们也听到 有很多的学校会要求说 好那跨性别学生 你自己去找你的室友好了 你自己去找室友 只要室友愿意跟你住 你就可以住 那是不是也让小文被迫出柜 被迫去找认同他的性别认同 或是接受跨性别的学生的同学们 然后就要他去取得这些学生的同意 而且还要取得学生家长的同意 他不只要跟他的同学出柜 还要跟他的同学的家长出柜 像这一些都是非常不适当的增加跨性别学生 为了要能够入住宿舍一些不适当的增加他的困难 不论在经济上的困难 或者是各种条件的困难 而且也增加了他不平等的处境 我们也有跟小文说 其实你可以按照我们性评法32条之一 其实是可以提出身负 那提出身负我们再请学校去检讨所有的程序 他里面的相关的过程 那我们去監督学校他处理的这些状况 我相信要进行宣导 但是如果陈楚跟相关人事处理没有同步进行 他们不会把这个宣导当一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诉讼当中包含对这相关人的陈楚 因为这就是一个清楚的立场的宣誓 那另外刚刚小文也提 他小平学校我刚问他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9月没有办法回去 期待你这个时间点当成优先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今天受到申诉书的时候 老回去定会紧急立刻 然后就是立刻来注意这件事 那我们会积极地找学 就是跟学校这边在对话在沟通 8月份全国大专的学务奖会议 已经把跨性别宿舍的这个议题 那已经到里面去了 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 透过一些国外经验的这些分享 也包括就是刚才 刚才节目上提到 你帮我提供一些建议的部分 我们都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 我们希望就是类似的事情 真的不要再发生了 也希望把这些部分 透过这个我们学务奖会议的议题的讨论 那我们来集思管理 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个 真的符合校园实务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校园宿舍的管理是属于 学校的大学自治的范畴里面 我们尊重学校的部分 可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议题 让学校可以透过学生 学生的彼此互相尊重 学生的自治 找出一个学生自己可以接受的那个方式 然后来进行宿舍的这个管理 国际的趋势都在取病理化 很久很久以前认为它是一个障碍 现在承认坦诚 我们是对人类的复杂性了解不足 所以你本人完全没有错 错的是这个社会还有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很奇怪的制度 明明有很多的证据显示 可是他就是没办法更新他的脑袋 那可是我不懂的就是说明明就是 难道教育部跟卫福部没有 之间没有沟通吗 就是我们说了这么久 他自己印了一个小册子 这个是用来交差的吗 上面都已经写了 然后里面还说 哎呀这个我在教育的环境 在工作的环境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所以要说我是当事人 我一定立刻封掉 就是你现在开个玩笑吗 跟我说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已经有了 憲法 有了性别平等教育法 依据性别认同 哇很漂亮 然后我们接受这个国际的专家的监督 我们有两公约 我们也签了 我们有C的 我们每年四年做一次 虽然我们是联合国的议员 考了半天 这教育当事人只是想要读书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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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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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